各位同学,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学习流感。 流感这个词大家一定很熟悉,它是流行性感冒,Nifluenza的解称。 但是啊,很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,经常把流感和普通的沙风感冒混为一谈。 所以,今天我们首先要严重声明,流感和普通的沙风感冒可不是一回事。 它是由流行性感冒病毒所引起的一种传染性强,而且传播速度非常快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。 病轻可勤可重,流感感染的严重后果可能导致患者住院甚至是死亡。 例如老年人、幼儿和具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,就有这样的高风险。 人类和流感病毒的抗争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12年, 现在医学之父古希腊的西波克拉底就已经记载了类似流感的疾病。 流感在流行病学上最写著的特点就是,突然爆发,迅速蔓延,波节面可以非常的广。 它是一种发病率高,但是死亡率低的疾病。 而且,该病具有一定的季节性。 大家看,我们国家北方流感的流行多是发生在冬季,而南方可以发生在夏季和冬季。 一般来说,流行三到四周以后,移情会逐渐停止。 但是,世界性大流行期间,通常有两到三个流行波,而且大流行所导致的死亡率也会比较高。 据统计,每年流感可以引起全球300万至500万的严重病例,从而导致了30到50万人的死亡。 它主要是通过空气中的飞沫,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接触,以及和被污染的物品接触来进行传播。 而且,也可以通过气溶胶进行传播。 从而,在动物和动物之间,动物和人之间,以及人和动物之间进行相互传播。 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与局部的人口密度密切相关。 典型流感的表现为,全身症状重,而呼吸道症状相对比较轻。 全身症状,患者会突然发热,通常高热39度以上,而且伴有头痛、肌痛,以及全身肌肉的乏力等等。 呼吸道症状呢,包括噎痛、咳嗽和流涕,但是相对来说比较轻。 通常啊,比伤风感冒都要轻。 但是,流感能够加重患者潜在的疾病,比如说心肺急患,或者引起激发性的细菌性肺炎,甚至是脑病。 所以,当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发生的时候,病死率就会比较高。 所以,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,流感它所导致的全身症状比较重。 那么全身症状有什么呢? 对了,就是发热、头痛,以及全身肌肉的酸痛。 那么,它所导致的呼吸道症状比较轻。 所导致的呼吸道症状呀,甚至比普通的上风感冒还要轻。 那么,导致人和动物流感的座口祸首,就是这个病毒,流行性感冒病毒。 现在,我们来揭开它的卢山针面目。 它呀,是一个胞膜病毒。 核酸可以分成7到8个阶段,为单负列的RNA。 外面,由脂质双层和脊脂蛋白所组成。 其中,在脂质双层表面,还存在两种糖蛋白的粗突。 血凝素,我们可以解称它HA。 神经氨酸酶,我们可以解称它NA。 它最早是在1933年,有英国人威尔史密斯所发现的。 当时被称为H1N1,H我们刚才所说的血凝素。 N代表着神经氨酸酶,数字代表了不同的类型。 类型和命名是根据流感病毒感染的对象, 可以将病毒分成人流感病毒,猪流感病毒,马流感病毒, 以及情流感病毒等类群。 其中,人类的流感病毒可以根据核蛋白和脊脂蛋白的不同, 分成了甲乙丙三型。 这三型流感病毒可以根据对人类的危害性和严重度, 称得上为三魔头。 魔头一,甲型流感病毒,Efluenza A virus, 能引起世界性流感大流行和季节性的流感。 它也在动物当中广泛分布, 从而引起动物的流感流行, 有可能会造成大批动物的死亡。 目前已知的人类流感大流行, 都是由甲乙流感病毒所引起的。 魔头二,乙型流感病毒,Efluenza B virus, 又简称B型流感病毒, 常常引起局部爆发流行, 很少引起世界性的流感大流行。 而且,至今为止, 尚未找到它存在于人类之外, 其他动物中当中的确凿证据。 魔头三,丙型流感病毒, Efluenza C virus, 又称为C型流感病毒, 它主要以散在形式存在, 主要侵犯应用而, 一般不引起流行。 流感病毒为了逃避人们的追捕, 可以不断地进行乔装打败自己, 也就是进行变异, 使得人们经常为它的突然袭击, 而感到措手不及。 流感病毒的抗原性通常特别容易发生变异, 表界为它表面的血凝素和神经氨酸酶的不断变异, 从而导致该病能不断流行, 那么可以导致每年的季节性流感, 也可以引发流感的全球大流行。 那么我们如何来预防流感病毒的感染呢? 预防流感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, 就是每年进行流感疫苗的接种, 事实证明流感疫苗可以减少和流感相关的疾病, 并且还能够减少导致住院, 甚至死亡的流感并发症的风险。 另外,在流感流行期间, 我们可以采取下列措施来进行流感的预防。 首先,我们要进行积极的断裂身体, 来提高自己的免疫力。 此外,我们可以多洗手, 不要碰被流感病毒所污染的一些物品, 在自己进行打喷嚏咳嗽的时候, 把口臂捂住,这样可以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 另外,在外出的时候, 要戴口罩,少去人群聚集的地方, 如果生病了,要自己进行多休息。 好,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, 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流感, 积极的预防流感,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。